在大城市里,很多人从事着辛苦而卑微的工作,可是不管是什么工作,只要是付出劳动所得就值得尊重。 但是也有一些人,只想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,只想不劳而获。近日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视频,7月15日,在广东街杨浦宁流沙金夜园送餐高峰时期,一名送餐员正在忙着给楼上住户送餐,没想到放在送餐车上的其他外卖,都被画面中这三个小伙子偷走,不但偷走了外卖,就连塑料框也给顺手牵扬了。 三个人看起来很年轻,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日的偷东西,而且坑的,还是辛苦出卖劳动力的送餐员。 三个人看起来很年轻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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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三个人看起来很年轻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。 三个人看起来很年轻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。 三个人看起来很年轻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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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三个人看起来很年轻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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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三个人看起来很小的血准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,却毫不产旧的光天化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。 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是 Saudi佬品中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。 却毫不露灰メ paths,却毫不愧旧的光天化,却毫不心的饉颜色是佩旧的光天化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